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阿联酋的恐怖片 阿拉伯恶灵 影片一开场 在美国定居的大眼哥和大眼妹小夫妻俩 正在墓地祭奠他们腰折的孩子 大眼哥无意中回头一看 发现一个穿着黑纱的女人 正在默默含情的给他放着电 大眼哥心想 这人长得帅烦恼就是多呀 这女粉丝都追到墓地想跟自己开机车了 转场之后 两人来到了心理医生的诊所 由于大眼妹对孩子的腰折要一直很自责 因此就坐下了病了 似乎马上就要得抑郁症 心理医生说大妹子别泄气 生活总会有点不如意 大兄弟身体强壮活又好 以后你们的孩子肯定少不了 为了摆脱失去孩子的阴影 夫妻俩决定回到家乡阿联酋 重新开始生活 转场之后 墨镜哥和两个富二代 莫名其妙的开车到一个传说有鬼的地方 开始吓唬闹 并且将本片的大反派女鬼的前史 向观众做了一下介绍 原来这位风流的女鬼 当年跟恶魔滚床单的时候不谨慎 一不小心就怀了晕 由于他们那边死气沉沉阴冷潮湿 而且是一年四季不见阳光 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身体健康 于是女鬼便来了一调包剂 把渔夫的孩子杀了之后 把他自己的孩子放了进去 第二天渔夫一家人一看不对劲 急忙把驱魔师请到家里去卸劲 驱魔师来到渔夫家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当时就带着孩子消失不见 女鬼得知自己的孩子会拐跑 当时就受不了 开始带着一腔的怨气满世界着 由于泄露了女鬼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仨倒霉袋很快就搞了屁了 接着镜头一转 大雅妹和大雅哥从美国回到了阿安球 大雅妹的父母和妹妹 在机场热情的迎接了他们 大雅妹的爹地胡子叔 抚摸着大雅哥的手 暧昧的说 几年不见十分想念 大雅哥说需小声点 让你闺女老婆听见可就麻烦了 转场之后 一家人开着车前往公司 为大雅哥安排的公寓 汽车穿过隧道之后 突然起了大雾 几个人正在车上嫌扯淡的时候 突然一个鬼影在车前面一晃不见 作为老司机的胡子叔 当时就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 大雅哥下车查看 发现四周是雾气招招如梦自幻 这个时候 他突然看到公司的公寓楼 在奴骨中若隐若现 时间不大 一家人便来到了公寓的楼下 大雅哥的同事 鲁蛋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来到608房间之后 几个人开始在屋里下悬崩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突然拍在了窗户上 把大雅们吓一跳 大雅妹的妈咪冷淡姐说 这肯定是那些死变态的窗户清洁工啊 我每次洗白白的时候 他们都偷看 把我搞得是心烦意又乱 胡子叔说甭扯淡的 你明知道人家偷看还不做防范 你说你贱不贱 冷淡姐顿时面露凶的 娇沉着说你个死鬼要你管的 没过多久 胡子叔便带着老婆闺女往回走了 可刚走了没多远 不仅车换载了半道 而且手机也没信号 就在两口子在车上相互埋怨的时候 女鬼突然就出现了 把三个人当时就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爆皮气的胡子叔一看客就不干了 说我可是男子汉的 你们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那傻老娘们去领盒玩 冷淡姐说老公你千万别冲动了 就你这草包肚子 保不齐谁要了谁的命了 胡子叔那能听劝了 下车之后就开始跳着脚霸街了 说你呀别在背地里搞暗算 有本事出来跟叔明着干 女鬼一看这孙子挺嚣张啊 于是便派了一辆大火车 直接就请这三位喝了孟婆汤了 送大眼哥上班走了之后啊 大眼妹便开始在附近瞎转摇 这个时候几条狗突然冲着他 呲牙连嘴不停地叫 把大眼妹当时就吓叫 大眼妹走到前台啊 无意中看了一点监视器 突然发现女鬼正在免费拖着地 转场之后啊 大眼妹在家门口遇见了邻居大兄妹 大兄妹是满面春风的 说姐妹啊 我很想赶快认识你老公 大眼妹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 再看大兄妹胸大臀跳 就知道对方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急忙打住话头 说咱改天再聊 我先回家撒谱笑 大眼妹刚回到屋 女鬼又开始显示超能力 把大眼妹吓得一巴根 是一阵阵的冒凉气 快被吓尿了 大眼妹急忙向真主安拉祷告 可女鬼根本不吃这一套 摇身一变的成了冷淡解之后啊 便打算跟大眼妹好好唠一唠 通过两人的聊天 总算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女鬼把自己的孩子的魂魄 附在大眼妹孩子的身上 而大眼妹因为害怕啊 亲手把这个鬼态给掐死了 转场之后 大眼哥刚走进电梯 便撞见了女鬼变化的大兄妹 大兄妹吐气如蓝 美目流汗 当时就把大眼哥聊得是心残意乱 大眼哥回到家之后啊 大眼妹说老公了 我现在已经出现幻觉了 我不仅能听到有婴儿 在这屋里又空闹 而且还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跟我开玩笑 大眼哥说你别着急 估计是时差的问题 你该吃吃该浪浪 有事别往心里放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大兄妹突然不醒自来了 看着大兄妹厌光四射 妩媚多情 大眼哥的荷尔蒙 马上就飞腾了 大眼妹一看着二位一见如故 当时就吃起来老参醋了 大兄妹说 姐妹你稍安勿躁 你甭看我给你老公打轻巴桥 其实啊 我根本没想过跟她睡觉 我今儿来啊 是请你们二位啊 到我家随便坐着 咱喝个小酒收尾烟 嗑个瓜子聊个天 大眼妹说你甭来这一趟 我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大眼哥说 你大姨妈她老人家已经嫁到 睡觉也没法下胡闹 咱还是去她家唠一唠 转场之后 当小两口走进大兄妹的房间一看呢 发现两个花石油的 正在跟四个黑寡妇牵着单 小两口刚跟对方一寒暄的 就被女鬼给弄牧圈了 大眼哥不仅吃了发霉的点心呢 还被大眼妹用酒破雷身 当大眼哥换完衣服 返回大兄妹家的时候 发现早已经是人去无空了 大眼哥一看就懵了 急忙打电话报警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出现了一幕诡异的景象 大眼哥和警察看到的公寓楼 完全就是两个样 说白了呀 之前的豪华公寓楼 不过是女鬼给他们的幻想 接下来女鬼吹响了 总共的冲锋号 很快就把小两口给吓尿了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在女鬼的蛊惑下 把大眼妹扔下楼 而他自己也成为了女鬼的傀儡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家啊行吗 亚洲欧洲美丽间 家家都有恐怖片 如果来场选秀赛 中东美女赛天心 最后呢 有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关注一下 俗哥的公众号 俗哥将在上面呢 不定期的给大家讲一些小故事